通话员邻友驾驶开车外出买宵夜 遇到了对象路口有车辆开远灯相当刺眼 当下他也开了远灯 希望对方可以注意关灯 没想到惹来了杂车之祸 对方疑似觉得被挑衅追了上来 接着拦车之后就是一阵飙骂 最后还拿着棍棒砸破后挡风剥离 嚣张的行径全被行车记录器拍了下来 交往驾驶路口停等红灯 对象车道收拾车开远灯好刺眼 驾驶开远灯回进 没想要同屋入口后 收尾车追上来 一个逆向超车挡住去路 三名男子恶恶恶地走下车 其中一名男子还手持棍棒 一下车就飙骂驾驶不断道歉 趁乱加速往右离开 没想到 手持棍棒的男子随即就往挡风剥离砸了下去 挡风剥离当场碎裂破了好大一栋 我当下就他要我下手就选择不下车 他车窗摇一板下来跟他说 他开到远光灯 我好意提醒他 因为我觉得没办法跟他沟通 被离开的时候 手持棒就过往我的后膽红玻璃敲下去 事发在战化园林举光路上 二十五号凌晨三点多 流行驾驶开车外出买宵夜 路口停等红灯时 对象救助车开远灯相赤眼 流行驾驶当下也开远灯 希望对方能发现 不料对方却觉得被挑衅 不但逆向蓝车嗆瞎 开砸窗 流行驾驶万没想到 只是出门买宵夜 竟然被砸车 警方选整办 车上三人已经全速落网 借待荣茂上话唱不懂